315前夕,咱们来聊一个产品,非常火的就是诺托奶粉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这期视频肯定会得罪很多厂家,所以会被投诉下架 建议各位朋友先转发收藏一下 诺托奶是智商税吗? 曾经上来告诉你,对一部分人来讲,它是智商税 对一部分人来讲,它不是智商税 为什么呢?听我来仔细跟你说 首先,诺托奶那些神奇的功效是没有的 大家可能看到很多的宣传什么诺托奶是奶中的黄金,沙漠的黄金 可以降血糖,降血压,甚至是抗肿瘤,可以让人长寿 甚至说什么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这些通通都是胡说八道 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显示,诺托奶可以治疗疾病,或者是让你更长寿 所以各位朋友,凡是以治疗疾病为前提,去买诺托奶的,那多多的就是智商税 第二点,在某些方面,诺托奶的营养价值确实比普通的牛奶、羊奶会更高一些 诺托奶的质量也受到了产地、诺托的种类等多因素的影响 但是总的来讲,诺托奶在某些方面会优于牛奶 比如说维生素和矿物质,总的来讲,它比普通的牛奶会高那么一点 而乳糖呢,普遍比牛奶要低一点 但是各位朋友,我们喝奶呢,主要是为了补充蛋白质和钙 而诺托奶高出来的那一点点,其他的维生素已不大 比如说,诺托奶里面的维生素C,比普通的牛奶高一些 但是呢,这两个东西,牛奶和骆驼呢,它们的维生素C含量都很低 比普通的蔬菜水果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补充维生素C,并不是喝牛奶和骆驼奶来补充 你为了补充,那多一丢丢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 还花好几倍的价格来买骆驼奶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智商税 但是土豪除外,如果你不差钱 或者的话呢,你就喜欢骆驼奶这个味道,那你可以买 但是你心里要有数,你为什么买它 还有,各位朋友,骆驼奶的产量是显著低于牛奶的 一套骆驼,每天的产量量是1.5到2公斤左右 而一套奶牛,它一天可以产30公斤的奶 而且奶牛,它可以大量的养殖 而骆驼,大量养殖很困难 那各位朋友想一想,那些平台上卖的很火爆的 动不动,10万家的骆驼奶粉是怎么卖出来的 哪来的那么多骆驼奶 各位朋友,仔细想一想 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闻都报道了 很多骆驼奶是掺假的 从骆驼奶粉里面检测出来呢 牛的DNA,羊的DNA 说明里面掺杂了牛奶或者是羊奶 甚至有一些所谓的骆驼奶 里面居然没有检测出来骆驼的DNA 完全是挂羊头,卖口肉 用牛奶或者是羊奶来冒充骆驼奶 所以如果你要买骆驼奶粉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产品,大厂家的产品 还有啊,很多人欺负老人家不懂事 以字充好 你要看看你买的骆驼奶 是不是真正的骆驼奶 真正的骆驼奶粉应该叫全纸驼卤粉 大家看PRIVAL 里面除了骆驼粉,不应该有其他的东西添加 那些推销人员卖给你的有可能是调制乳 甚至是蛋白质饮料 你要仔细看一下产品的成分表 调制乳里面除了有骆驼奶 还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乳腥蛋白粉,羊奶或者是牛奶 以及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而复合蛋白固体饮料就更差劲了 PRIVAL的第一味很可能都不是骆驼奶 可能是一些什么大豆蛋白啊 乳腥蛋白粉啊 这里面还可能会添加了一些糖啊 麦芽红金等等 而骆驼奶的添加量非常低 但是它的名字可能很高大上 让你误以为它主要成分是骆驼奶 所以一定要学会看产品的成分表 产品成分表里面排名越靠前 添加的量越多 小结议上骆驼奶可以喝 在营养价值方面 可能会比普通的牛奶羊奶稍微高那么一点 但是这个溢价很严重 因为它的产量低,物以稀为贵嘛 所以作为普通人 我觉得喝普通的牛奶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花大钱去买这些骆驼奶 至于治病或者是长寿这些功效是完全没有的 奶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骗了 好的,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关注白克登升 每天进步一点点